有谁注意到 在甄嬛传里面 雍正皇帝驾崩后 他的贴身太监苏培圣去哪里了 苏培圣是雍正身边最得宠的红人之一 作为雍正帝的头号跟班 他对皇帝的了解深厚 也知晓皇帝的心思 然而雍正帝驾崩后 新帝登基 养心殿主人换成了乾隆 苏培圣自然用不到了 那苏培圣去哪里了呢 有三种可能 第一是陪着雍正帝殉葬了 第二是被甄嬛解决了 第三是退居二线和老婆过安稳日子 首先是殉葬 其实在康熙帝的时候 就已经取消了胡人陪葬的规定 所以苏培圣也没有给雍正帝殉葬 第二有可能是被甄嬛杀害了 因为苏培圣知道他太多的秘密 虽然苏培圣已经是他战队里的人 要不想让人知道自己的秘密 只有死人才不会开口 但是为了锦西 甄嬛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毕竟自己当上了太后 也有苏培圣很大的功劳 最有可能的就是苏培圣退休和锦西 在京城过着安逸的日子 作为前朝首席大太监 苏培圣的经济条件也不会太差 退休了在京城买几栋大房子 在郊外买几百亩粮田 和老婆锦西在宅子里一样天年